另外这个礼拜六就是农历7月7号情人节 而宜兰情人节活动今年是首度移植到东山梅花湖来举办 而时间是定在8月6号跟7号两天 幸福还征求没穿过婚纱的夫妻一起来参与 而一对结婚超过71年的老夫妇 今天就特别穿起了古装来重现迎娶的画面 邀请大家七夕来共度确强 在美人婆的引领之下 迎亲队伍一路欢喜的要去帮廖阿童阿公把新娘廖金奉取回家 高龄都已经90多岁的两夫妻 虽然结婚已经71年 不过以前结婚的时候却没有机会穿婚纱 但是他们总算可以在今年情人节圆梦了 那今天我们特别也请到廖阿童跟廖金奉努士 他们的结婚已经七十一年 我们特别针对这些早期非常辛苦的 我们传统的老夫妇 他们过去的那个时代 大概也没有机会批婚纱 那可能在结婚这样的一个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 我们希望给他有一个特别的纪念 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批婚纱的机会 七夕情人节就是一个浪漫的这个日子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梅花湖来参与我们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举办多年的宜兰情人节 今年首度移施到东山梅花湖举行 胡玉的雀桥正在搭建当中 8月6号晚上7点7分会准时举行点灯仪式 为期两天的活动 又让您把爱说出来幸福长久 阿公一头亲的阿嬷 代表他们今年的爱情故事 我心中有你 你心中有我 宜兰人早期大家都知道 我是四年级的 我们梅花五年 也是我们早期宜兰县的观光圣地 这个我想在座如果有宜兰年级 比较大的都知道 我想我们的阿公阿嬷 几十年前也都来这里散布过 我相信是这样的 一年很多人都在这里 都有一些回忆 那今年呢 我们这边办的活动呢 我们除了一般我们窃角的活动以外 我们还有很特殊的表演 一个是在湖面呢 我们有一个水球上的芭蕾活动 另外呢 路上还有一个曼腾花人的马戏团的表演 这个是从来没到台湾来的 而东升相公所为了因应大批旅游车辆 目前停车空间也都规划完成 预计小客车可以停放到一两千步 没有问题 亦来新闻记者黄竹汉怎么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